我这边是讲论文教学 前面已经录制到05了 那我现在要做06 那至于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 第一个我就是试判同学在做的过程 还有就是说同学呢 你可以把我的方法拿来继续用 那譬如说我就鼓励同学啊 说我已经做到2002年4月30日了 那你的硕士论文呢 那你就是如果说你赶着今年毕业的话 你就给它做到有没有2020干嘛 就是05 就是做到5月31 那我的这个范本呢 你都可以拿来去使用 我给它Ctrl-E一下 这个时候没有就是这样 可是你日期一定不能跟我一样 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 因为你这样才能够揭发新的现象 你一定要有新的贡献 好 像这个做完之后呢 10家公司嘛 我说做10家公司可不可以 10家公司当然可以啊 那接下来呢 那我就是干嘛 10家公司一定要干嘛 汇总汇总 那你要汇总的话呢 就是汇总在这边 汇总汇总在这边 那你就是写那个10 10就10家公司 就是那个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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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至于说你这个那个这个是核 核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就不用counter if了 这个的话就使用那个sum sum就是sum sum sum是哪十个数字啊 就这边就是那个第一家 第一家是苹果 然后那个第二家 第二家是那个亚马逊 然后第三家是波克加海瑟威 然后第四家是脸书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然后那个第五家 第五家是那个google 我们应该要谷歌了 我没有看六家 那第六家的话是交声 然后那个第七家 然后那个第七家 我们看一下第七家 第七家的话是那个jpmorgan 那个摩根大通银行 然后第八家是微软 然后那个第九家是visa 第十家是那个靠北 我竟然忘记 把那个加起来 这个就很惨了 这怎么办 哎呦真的是 因为为了顾得这样 好这第十家 应该要加一个ctrl 这样子就不会错了 然后两家 然后那个三家 要加我忘记要按ctrl 然后这个是四家 没关系碰到挫折就是要干嘛 继续做 然后这第五家 第六家是那个google 第七家是脸书 然后那个第八家是波克夏海瑟威 然后那这个是第九家是亚马逊 那第十家当然就是这个苹果 然后我们就是按确定 确定 然后呢 给他那个 然后再这样子 也就是这样子 123456789 对就这样 好 那现在就是说这边算比例 一当就是要干嘛 要调整 就是你这个不是1274 而是多少 而是那个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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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 好就这样 好然后呢 给他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 好 好 然后那个这边算比例的话呢 当然也是一样 然后要那个M 那个是1415 这就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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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对不起 就1415 对好 M1415 对好 好 那我们就给他那个弄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议题 就可以拿来做那个讨论 那这个是最高 果然 不出我们所料 好 就是说你的个位数 有没有 个位数有没有 0 那就是说你那个莫 这个我再讲 再讲一次 就是 那个 这边是那个 赤莫位 赤莫位 这下面就是赤莫位 莫位 这边的话呢 就是莫位 就莫位 那莫位呢 莫 莫位 莫位的分布呢 当然就是很显著的 就是0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考虑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做做检定 有个检定叫做什么东西 就是说 也叫做配适度检定 我这边写一下 就是goodness of fit 好 goodness 然后呢是这样 up fit fit test test 那个呢 简定是否属于均匀分布 就是这样子 简定是否属于均匀分布 那这个 简定的方法呢 就是使用卡方分布 卡方分布 那我们来看看呢 是不是有那个叫做goodness of past的那个简定 那个如果说你要做简定的话 你就是按资料 资料 把那个统计功能叫出来 如果统计功能呢 你没看到没看到的话呢 那你就是来按选项 选项的争议集 争议集 然后呢增加 然后直接就按执行 增加这个分析工具夹 好 确定 好 增加分析工具夹 然后确定 确定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把它来按一下资料分析 看他有没有那个goodness of fit 那个配适度简定 配适度简定 或者叫做卡方简定 我看一下有没有卡方简定 f简定 有 好 好了 这个配适度简定 什么叫做配适度简定呢 自己去看 自己去看 那比如说你去看那个google 上去看google 我直接跟你讲一下 这个配适度简定呢 非常好用 google 叫做那个goodness of fit goodness of fit test 好 叫做适合度简定 适合度简定 同学 我再稍微就是提示一下 当然最好是看中文 你要看 不是最好看英文 中文的话也是还可以 就是类似这个样子 你Ei 像我们的Ei的话 就是假设它是那个常态分布 好 那我现在呢 直接给你们那个做 做 那做的方法呢 就是 就是你刚刚已经看到公式了 对不对 做的方法就是 你这边是 总共是 等一下 我看一下总和12451 好像就怪怪的 为什么 因为你每一个都是应该干嘛 1260 所以这个数字 这边这个数字 有错 我们看一下是哪边错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 这里面的那个数字 会有错 因为实际上呢 你应该是要等于多少 要那个12 因为你是1260 所以应该12600才对 所以那个 少一个 少一个 那为什么会少一个呢 我们要去检查一下 就是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那个东西 大家看一下 你这个 譬如说从这边开始看 12345678910 那有种可能就是干嘛 你可能不小心弄错 那个是60 譬如说这个是1390到1376 隔着14 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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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C那个1335 很可能是错 为什么 因为其他都是奇数 而你是偶数 所以 我们大概就是 大概就可以确定了 就是说第一个 你这个1264 是错 是不是1265 不是1265 是1264 才对 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了 因为我们有错 然后呢 1264才对 所以我就知道了 哪边错了 然后那个1278对 然后那个 这个也对 所以我们检查一下 这个也对 好 这边又错了 这边又错了 是那个 1334才对 所以是1334才对 1234才对 好 这个才对 然后呢 那个是 所以做这种东西 你就是很容易出错 所以你随时都要干嘛 随时都要去检查 检查 因为如果说错了错的话呢 你这样一直做下去 那就是一场灾难了 无法挽回的灾难 无法挽回的灾难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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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要再 再填满一次 好 你看一下这总和是不是 一样 这一次就对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看 那个配置度减定 配置度减定 配置度减定 配置度减定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 每个公司 每个公司都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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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减掉 好 减掉 好 你那个平均 平均所以你要除以10 好 除以10 对不起 你还要干嘛 好 列数要那个固定 好 然后呢 给他做那个平均 平均 然后呢 除以 除以他 好 这个呢 这个数字要那个固定 然后 除再除就变成是要乘以10 乘以10 所以呢 这个统计量就这样子 统计量就这样 然后呢 我们那个 把它相加 靠北 太超过了 这怎么会这样 靠 相加 相加呢 然后呢 我们给他做和 等于sum sum 这是一个统计量 我看一下对不对 好 那这里面呢 大家很明显的 这可能就是有 有错误啊 我看一下就是 这边再再讲一次啊 就是说你等于m14 m14 04 除以那个 这边啦 这边也要除以10 除以10才对啦 好 这样就对了 统计量有没有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统计量呢 是不是满足 就是明显的就是不满足 那个均匀分配 好 不满足 不满足 不满 就是不满足 好 不满足 好 不满足均匀分布 好 然后那个 当然如果说你是连十位数都不满足的话 你个位数有没有更是不可能满足 所以我们也不用再看了 好 不用再看了 那个 比如说这个是 那个 这个是针对总和啦 当然我们如果说是针对那个个个别公司来看的话 个别公司来看的话 那这边还有个地方就是说你的总和是多少 是1400 就是那个1400 这个要改一下 然后这边是1400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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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好了 直接打数字 直接打数字 就是那个 12 126 这样子 126才对 直接打126 为什么这样子呢 方便 我们那个 对出126 这边呢 平均呢 也是126 这平均也是126 然后呢 你给他那个往下填满 那我们就看一下那个 他有没有满足那个均匀分布 也是不满足 就看一下 这个是也是不满足 不满足 所以这个 所以这边说这个 这个议题就不是值得很讨论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期待就是说 墨二位是满足均匀分配 然后墨一位是不满足 这样才对 如果说是碰到这种状况的话 其实你可以就是这个议题就考虑不要写了 为什么 因为比较没有议题性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也是不满足 那这个也是不满足 为什么不满足 不满足 那顺便讲一下 就是你用那个卡方 卡方CHI 卡方 然后的那个 我直接看一下 就是用卡方分布的统计量 就是CHI 然后 KiSquare Distribution 对 是这一个 KiSquare Distribution 有没有 那我是要用那个 0.95 然后那个自由度是9 我们是要用这个数字来做比较 就你要那个 这个是那个 这个叫做critical 叫做拒绝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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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说是大于16的话 你就拒绝 就是16大于 那所以呢 这个呢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以 所以如果说 有没有 小于 小于的话 其实就可以 可以拿来用 可以拿来用 然后这个呢 就不满足 这个当然也不满足 这个呢 就是那个 不满足 这个呢 就是满足 满足 所以你每个数字 所以如果说 大部分数字都满足的话 其实你就干嘛 就可以讨论 讨论 好 来我们看一下 再比较一下 所以这个满足均匀分布 这个 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讨论 这个有没有满足均匀分布 就是那个 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再来更新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 看它有没有满足均匀分布 因为等一下资料要更新 这个也满足均匀分布 就是没有拒绝 没有拒绝均匀分布 这个呢 那个不满足 这个不满足 这个呢 不满足 其实还是可以讨论 讨论 讨论 那我们先把这些数字 放下来 放下来 当然说这个是 关于这个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去翻书 翻书 就是说 那个 就是小于 这个 这个就是小于拒绝区域 小于 一个一个讲 好了 我们复习一下统计 小于 所以呢 故 故 无法 推翻 推翻 均匀分布 这个 有没有 只要小于 就无法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 加面这一个 这个有没有 这个呢 就是大于 大于 所以呢 推翻 推翻 均匀分布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第三家公司 小于 就是你没 如果说你是小于的话 就是无法推翻均匀分布 好 我那个 继续有把它录完 好了 我们这一个阶段 就录到这边 因为那个 录这种东西 有没有不能太长 太长的话 就是